我会再回味眼泪的事 我一开始离去 我没有重重 我一开始忘记 你一步 我觉得她有一个 一股 童真 在她帅气的外表 酷酷的皮衣外表 穿过去的时候 走到内心 我觉得她有一种很真实的自己 她唱的 我觉得还OK 听得清楚 形状分明 旋律的走向分明 你听得出旋律的形状 听得出来形状 你比我在之前就是跟你交流 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呢 就好像打开门了一样 就是放飞自我了 那种感觉 这个是我最爱的 所以在做最爱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状态就会是最好的吧 我是这样觉得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择你吗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你是蛮全面的 就可能刚好你喜欢的东西 都有慢慢在实践 无论是你的整个外形也好 你的创作也好 就是你喜欢的东西 我看得到 它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发展 所以我选择你 当时 对 但是今天的你啊 如果这个作品让你淘汰 你会怎么样 我会怎么样 我能唱这作品我就很开心了 我当然淘汰肯定不爽了 我觉得全淘汰都会不开心嘛 但是我觉得唱了就够了吧 2 1 所有东西实现 最最后要实现 让大家听得懂的都是Vocal Vocal一定要加强 音乐我可以用MIDI来支撑 让MIDI来实现 让老师来实现 我自己可以实现 但唱歌只有你可以实现 实现自己 投入自己希望呈现的状态 做自己能力有限的事情 OK 加油 谢谢 gosta 好 谢谢主持人 Danny D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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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